太阳高照事业运好 欢迎大家回到刘振峰生活频道 今次要讲的是 2024甲晨龙年超蛇运程 很多人以为要到大年初一才转换生肖 但其实生肖在每年的立春就开始计算 因为玄学是用24字来计算 所以是立春为新一年开始 亦是这一日转换生肖 大家可以留意 肖蛇朋友出生的时间在我们旁边 如果你是属于年初出生 即是2月4日打后大约15日左右 除了看肖蛇生肖运程之外 最好看之前的生肖 就是肖龙的生肖运程作为参考 如果你是年尾出生 即是近2月4日 之前的15日 即是大约1月20日至2月4日之间出生 除了看肖蛇的生肖运程 最好看下一个生肖运程 即是肖马的生肖运程作为参考 来到2024年 肖蛇朋友今年没有营充 也没有三合六合 整体运势主要是由吉凶星来推动 相对23年的逆马入命 来到2024年运势平稳之中有波幅 加上墨月星影响 吉凶极端 机遇也会来得快去得快 一定要在电光火石之间 牢牢把握着机会 所以平时要做好准备 但在另一方面 可能会遭遇突然的挫折或打击 记住不可以轻易被困难吓到你 即使遇到困难 都不可以轻易放弃 办法总比困难多 肖蛇的朋友 对工作态度记得要积极进取 同时还要制定很详细的工作计划 发展自然会更加顺利 还有在情绪不好时 可以去参加自己喜爱的活动 有助放松心情 来到2024年 肖蛇朋友 今年的吉星 有太阳、天气、文昌、天簇和墨月 太阳是一个贵人星 主于光芒、公正和吸雨 在工作上将会得到人的欣赏和信任 不过太阳是属于阳性之星 所谓男子重重起 女命蝶蝶殃 主理男性事务 对肖蛇的男性帮助特别大 而女命遇到这个星 所谓阳性阴衰 可以得到男性跪形之助 但只利打工 反而没那么理因缘 天气说的是喜庆 象征有喜事、嫁娶、生育 亦都代表人缘、人际关系融合 亦性缘好 同时有助推动 婚宴起事 文昌吉星入名 令人头脑变得更靈活聪明 根据师傅的经验 文昌星只会为从事写作、教育、出版这类型的朋友 带来帮助 同时也会为在学人士、进修人士带来好运 天厨星 天厨星代表有口福 古时论名不是太重视天厨这颗星 因为它只是代表厨艺 代表有烹饪的天分 或者对食物有鑑赏的天分 不过近年就开始重视天厨 因为可以享受美食 亦象征收入和地位的提高 品味的提升 而且也有利从事饮食业的朋友 墨月或者有些人写作墨月 讲吉空极端 本身是今年超龙人的侧星 代表超龙人可能会主动面对新的环境 但留意墨月星最主要功能是吹旺其他星耀的力量 加上太阳、天气、文昌更见吉祥 但会吹旺一会看到的空星 例如天空、晦气等等 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 至于空星方面 会有天空、晦气、孤神、劫杀、病符和天杀 天空说的是好高慕远和虚浮不实 虚花损财、财不罪 所以千万不要因为财政改善而大肆挥霍 会令你越洗越大 晦气声令你脾气不好 情绪起落大 最主要是直接影响伴侣心情 令彼此的关系容易陷入冷淡的局面 孤神星 所谓男技孤神、女技寡宿 他特别会克制超蛇男性 说的是孤独而且闷闷不乐 感情运不好 男命遇到他 配感孤独不安 另外这个星大有无腹之矣 象征六亲之缘有侄外 所以大家要留意 小心家里父亲的健康 同时他也代表夫妻之间二生磨擦 劫杀星说的是 徒劳无功 付出的努力和收获不成正比 即是多劳而少得 另外也要小心 抢劫、小偷 今年容易有小肠、耳、咽喉之类的疾病 病符表示你抵抗力差容易患小病 尤其是要注意饮食 遇到病符的人既去探病 同时自己也要小心天气变化而生病 而时温低的朋友遇到病符 更容易受到灵异之密的侵扰 所以今年你最好避免 因为你有时未必知道自己时温高或低 今年不移民喪 和喪家的食物也不好吃 天杀星 令你容易变得狂妄自大 犯下口舌和失言的禁忌 记住 谦虚始终是一种美德 做人设忌得以忘形过分自满 幸好病符和天杀 都是今年的側星 如果你不主动去招惹 就不会构成大影响 来到2024年 超蛇的朋友 事业运 受到吉星太阳的影响 超蛇人在2024年 财运、家庭运势都有利 工作虽然忘录 但得到吉星庇佑 为你排难解忧 有助事业顺利发展 虽然 事业运较为理想 工作表现都会得到认可 但应该紧记低调做人的原则 切勿因为一时的成功 而高度炫耀 以免招人妒忌 要知道对于事业成不成功 人物的关系至关重要 积极与各方优秀的人士来往 更可以在人家的经验和智慧之中得益 今年特别有利从事饮食 写作、教育、出版业的朋友 进修都会为你带来好运 今年虽然没有跟财星有直接关系的吉星 不过财运运势 仍算不错 特别是从事销售工作的蛇人 收入可以保持稳定 投资也有利 可能会得到贵人的指点 在经过你自己分析之后 获得不错的回报 但记住 千万不要盲目投资不熟悉的领域 留意 不要因为财政改善而大肆较 因为天空会令你虚耗金钱 另外要留意 今年容易有抢劫、小偷、血光引起的破财 出入时要多加留意 超蛇朋友在2024年 有几火不利情绪的空声入名 个人的情感会比较波动 而且在孤神的影响下 蛇蓝的姻缘云比较弱 幸好有天气入命帮你赚不少分数 单身人士因为忙于工作 更难去沉迷对象 超蛇的女士会稍为好一些 如果你命格本身适合二路姻缘 有机会出现年长追求者 密运中的人士可以顺利很多 感情进展特别快 更可能今年会决定组织新家庭城市 已婚人士喜事重重 今年有机会迎来添丁龙芽之喜 再提下 二路姻缘 通常男方比女方 大超过10年以上 或者年轻 离婚人士或者不同国籍 都属于二路姻缘 来到2024年 超蛇人的健康运只熟一般 特别需要关注健康问题 甚至可能有需要进行小手术 今年抵抗力差 二患小病 尤其要注意饮食 亦要提防因为天气变化而生病 如果出现不息时 记得及时就医 进行必要检查和治疗 避免问题恶化 同时留意今年容易有血光之灾 记住时刻要保持警惕 另外 如果你是时运低的朋友 有时你未必知道自己时运低不低 全面都要注意 今年更容易受到灵异之物的侵扰 记住今年不宜送庄探病 如果必须要出席 记得 日头太阳落山之前 就要离开那个地方 2024 甲晨龙年 超蛇人 如何吹吉被凶 超蛇的朋友 在2024年 可以利用化解今年榴莲五黄 来化解灾病 今年的榴莲五黄 在我们的西面 在2024年 立春之后 即是西历 2月4日之后 在家里的西面 放一个金属的发声物件 例如上年音乐盒 或者钢片琴 都可以 来不来 令它发出金属的声音 记住 这个位置 既有木气的压制 即是尽量 不要放木造的摆设 或者在中盘赛 都不是那么好 另外 因为今年 小人比较多 可以利用化解榴莲三碧星 来化解小人的口舌是非 今年三碧在我们中宫 即是家里的正中间 在2024年 立春之后 即是西历的 2月4日之后 在相对应的位置 即是中宫 摆放粉红色的摆设 或者地毡 这个方法在你办公室里面 都是可以做的 另外 超射朋友 可以利用榴莲四六文枪星 吹黄去 来帮助你的读书运和生意运 今年四六文枪星 在我们 西北面 在立春之后 即是2024年 西历 2月4日之后 在相对应 西北的位置 摆放四支富贵族 除了屋里面 在书房里面 或者书桌上 都可以这样做的 另外 因为天气星来到 超射朋友 可以利用吹黄榴莲的九指有笔式 去更加加强你的恩怨 喜庆运 九指有笔 在我们的西南面 今年 在2024年 立春之后 即是西历 2月4日之后 在屋企里面 西南方的位置 摆放九支花 插即插九支鲜花 要经常更换 或者种一盘花 而花的总数是九 可以种一些红色 紫色的花 都OK 另外 我教肖蛇朋友 一个特别的吹材秘技 属于特殊的财星吹黄法 那就看回你是男性和女性 如果在屋里面 屋主是男性的话 就在屋企 或者工作的地方 的西北面 即拳位 放置前伤 或者甲慢 如果屋主是女性的话 就在屋企里面 或者工作的地方 西南方 即坤位 放一个甲慢前伤 可以帮助你 吹黄财星 和守财 这个前伤 记得是要有锁的 接着我们讲一下 不同年份出生的超蛇朋友 在2024年 需要特别注意的一些事项 1941 新智年出生的超蛇朋友 今年去年84岁 年纪不轻 记得 不要废神和自己无关的事 现在是你安享晚年的时间 今年因为非人入命 要特别小心 容易有血光以外 出外的时候 一定要多加留意 1953 季智年出生的超蛇朋友 来到2024年 虚灵已经72岁 超蛇朋友记住 今年 移政不移动 所以除了你去约会朋友 或者和子女外出散步之外 今年记得多休息 注意健康 1965 季智年的朋友 来到今年 虚灵60岁 迎来花甲之年 已经接近退休 然而仍然有 部份朋友 事业心强 仍然非常活跃 努力地赚钱 记住 同时都要学下享受生活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 用多些时间在家中煮食 和家人共享天伦 1977 丁智年出生的超蛇朋友 今年虚灵 48岁 今年整体运势属于良好 但容易遇到亲朋戚友向你赤钱 如果你本身能力不足 记得走藉口远距 因为今年遇到坏仗的机会 十分大 即是有者没回头 平时和异性相处 记得 保持距离 避免因为挂田里下 伤害了夫妻之间的感情 如果你单身 就没什么所谓 1989 几智年出生的朋友 今年虚灵36岁 要兼负很多生活的责任和压力 幸好是 2024年各方面的运势都稳定 特别要留意的 因为将大部分精力投放入工作里 容易忽视了家庭和伴侣 所以可能会遇到感情方面的危机 自己要小心点 2001 慎智年出生的朋友 今年虚灵24岁 部分人士已经进入社会工作 今年桃花云 印缘云有提升 单身朋友有望脱单 仍然在学的朋友 恭喜你 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轻松应付 今年记得要注重饮食营养 和锻炼身体 保持健康和精力充沛 来到2024年 2013 葵智年出生的朋友 去年已经12岁 整体运势不错 在学习方面都顺利 而作为他的父母 要多点关注小朋友日常的饮食起居 鼓励他参加适量的体育锻炼 并且多参加一些兴趣活动 多点结识新朋友 来到2024年 师傅要赠 肖蛇朋友一句 机会是留给有机会的人 那个就是你 机会 来得快 去得快 平时一定要做好准备 要在电光火石之间 牢牢把握你的机会 对呀 今次的影片就来到这里了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like share 和订阅我们 订阅的时候 记得按下旁边的钟仔 选择全部订阅 这样我们一有新片 就会通知你了 如果你对影片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 或者有话题想我们说 又或者想说下你的意见 都欢迎你们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多谢大家